再繼續 Part 2 講美國經濟 這個 剛才講了很多東西 包括這個碼頭塞住了 就是美國整個供應鏈崩潰的 那裏就可以再補充一點的 因為都覺得挺過癮的 我之前都不知道的 但是做一些 research 和功課 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很多 carrier 即那些運輸公司 他們就 除了黑博之外 現在他們是故意弄到那個情況這樣 因為他們那個 對他們來說是沒有蝕底的 他們仍然是賺到錢的 甚至乎他故意製造這個問題在這裏 如果你想有一些急貨要去到 從 point A 到 B 我可以幫你搞 但是你要給多些錢 就是一個叫做 premium 當你給一個 premium 你就可以有 priority 有特權 有特權 我就解決了 就先送你那些貨櫃 但是如果你給平時的 rate 不好意思 你就要等的了 你就可能要等半年 甚至乎一年 就是這樣 這個問題 由2019年 不是2019年 20年去年的時候 疫情影響 發現到很多東西都卡住手 因為疫情影響 那些人就不上班 要躲在家裡 要閉嘴 但是仍然要有運貨的 所以那些運輸公司的carrier 就有這個 pandemic premium 這個疫情的 premium 你有貨要去 point B 你給多些錢 我幫你搞定它 這個大家都可能知道 就是當時我想大家都可能有寄過一些口罩 或者什麼什麼去外國 你就算三百幾四百塊你都照寄的 不要緊 因為你想家人安全 但是之後就好一點 之後就可以普通的價格 很多的運輸公司看中這件事 既然是這樣 我就不如在製造這些特別情況 是有問題的 是有這個logistics的問題在 我就不解決 因為我解決都解決不了 我只是一間公司而已 這個是成行的問題來的 解決成行的問題是要成行大部分的大公司 加上政府一起合作解決的 那當然是很多成本 很多工程 很多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你一兩間公司想解決這些問題 解決不了的 但是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懂得掠錢 OK 沒問題 你有急貨要去 point B 去某些地方 你給多些錢 我幫你解決 OK 就是銷這件事 是逼著那些人給多些錢 大家都應該聽過 現在那些每個貨櫃是 成五倍至十倍的 就是去到十萬元的 有些情況是誇張到 就是這樣 就是有些急貨要去到某個地方 不要緊 通常都是那個賣家 要一些很急的東西要收到 通常都是 made in China 一些很急的東西 made in China 要來美國某個城市 我一定要有的 OK 我不管它價錢多少錢 那些carrier 就是那些運輸公司叫天價 我也照給這個天價 那你成為運輸公司 你就笑了 就是這樣了 這個就是個情況了 那個運輸公司 對它來說 沒有問題的 是賺多了 就是蝕底的那個就是個買家 但是某些買家 因為某些情況下 它要急收到這些貨 就給天價 就是這樣了 所以現在就是 就這樣的情況 就是令到這些這樣的運輸公司 就是他們想解決問題 都解決不了 但是就去利用這個問題 去賺多些錢 OK 就是這樣了 那你剛才說 金仔就之前說到 它美國說 它出口那些東西都不太行 對不對 其實都是那個 之前都提過 就是它美國 基本上整個經濟是扭曲了 是靠消費 就是consumption retail consumption 這個trading 和IT Silicon Valley 那些 但是那些都不太行 那些都是saturated 就是已經 沒有什麼空間去爆的了 financial industry那裡 就仍然都有得混亂 為什麼 因為這兩年 就是人都這麼多錢 這些錢大部分 就是去了stocks 去了real estate 去了加密貨幣那裡 stocks 某那幾隻 仍然是炒得起的 仍然是很多交易的 交易量是極高的 所以就 你只是憑這些東西 都OK的 都不錯的 但是呢 只是一撤人 是受惠的 大部分人 是沒有 受不到益的 還要是整個 實體經濟是沒有好處的 實體經濟是繼續扶爛 繼續虛的 那就 舉些少許例子 等一下 我現在找回那張圖 我就幾個禮拜前 就找到 少許數據 那這個呢 就是我現在 你在看的 留意一下就是 high technology exports 美金啦 那就是 country ranking 那麼 high technology exports 即是高端高科技 即高端的高科技的出口 那怎樣去定義高端的科技呢 那大家看看 就是definition high technology exports products with high R&D 就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是研發 自己 就是in-house研製 high R&D intensity such as aerospace 就是太空 和飛機科技 computers 電腦 pharmaceutical 藥製 scientific instruments 就是科學的工具 和儀器 and electrical machinery 就是電的 power plant 用的那些工具 那這個資料就是聯合國 和這個com trade database OK 好有趣的 好有趣的 這些數據 那大家都應該知道 中國是第一 其實中國現在基本上 所有東西都不是第一 是第二 大部分都是第一 那中國成為高科技的出口商 第一個排第一 不奇怪的 但是最有趣的就是它的value 它的市值 市值在多少呢 左邊呢 這個我還要強調就是 你留意一下 是2017年 就是四年前 就是不update 現在呢 01年呢 我很肯定 就更加大 更加多 這個數 還要是應該是再拋離德國 第二呢 第二就是德國 還是拋得更加遠 那不要緊 我們看回這個 17年那些數據 17 18年 因為其他國家是18年 中國大陸那個就是17年 那中國大陸呢 就是 6540億 德國第二呢 就是 2090億 之後呢 就是南韓了 南韓就 1900億 那美國呢 排第四 就是15億 那這些呢 全部都是美金來的 OK 那有什麼特別呢 喂 你中國 就是6500億呢 你比起德國 德國二千多億呢 就是基本上是 就是幾倍了 那裡 多厲害 那之後 南韓之後就是美國 美國那個數 就是 很多人呢 就有一個誤會 就是美國呢 就是出很多高波技的 那它出多少呢 那你現在看得到 就是 1500億 排第四 全世界 那你看一下 南韓 這個這麼小的國家呢 都高過它 高 也不是高很多 但是都高得 也不是說剛剛高 高過它 就是都 南韓都差不多接近 二千億的了 那你想一下 哇 南韓它其實人口呢 都不是說這麼多而已 就是 就是 當然沒有比過這麼多 美國就 就是成 300 million 南韓好像只有 四千萬人左右 但是它四千萬人左右呢 可以出口 差不多 二千億市值的 高端科技 幾厲害啊 那大家都猜得到 那裡 這 南韓的 一千九百億的 出口呢 大部分就是 就是什麼呢 金仔 就是 三星和LG 這兩間廠 三星和LG 那裡都佔了不少 多少 當然不知道 可以遲些計算出來 有興趣的話 但是你不理會 美國 就是 成為全球 經濟體系最大的 就是憑這個 Real GDP 計法 不是PPP 只是排第四 只有1500億市值的高科技出口 你都很厚 你基本上 如果你看看第五 第五是誰 第五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多少 差少少 就跟美國 就是 新加坡人口 四百萬 四百萬 五百萬 差不多 就是少於香港 當它五百萬 五百萬 新加坡人口五百萬 就是少於一個紐約 它出口高科技 是跟美國 是差不多一樣的 那裡差很少 你看一下大家 新加坡排第五 哇 你美國你真是好 大佬 你成為 這個所謂超級大國 當然是 所謂 這個大國 你出口那個 高科技 原來就是這樣 連新加坡 都應該爬你頭 大家留意一下 這些數據是一百年 現在呢 可能新加坡 已經爬了美國頭 美國已經是第五 新加坡是第四 那 但是呢 這裡有些東西在 因為呢 如果你有 一些經濟貿易 和製造業 背景和知識的人 你就說 Anthony 你這樣說就未必對 因為 美國很多科技 就是進入了南韓 和中國那裡的 你看一下iPhone一個例子 iPhone 它是美國產品 但是中國是陷入的 Made in China 或者Assembled in China 然後才運到全世界的 如果是這樣呢 你iPhone 就是每年出iPhone iPad 那條數呢 就進入了中國那裡 就不是美國那裡了 你這樣說的確是對的 中國這條數 六千億 六千五百多億 那條數呢 是包含很多其他國家的資料 有些美國科技 有些南韓科技 有些日本科技 有些歐洲科技 但是呢 可以說是越來越少 以前呢 十幾年前呢 是更加多的 現在十幾年後 2021年呢 就越來越少了 因為呢 那些研製全部 不要說全部 大部分都是中國那裡 大家都聽過OEM OEM和ODM 然後就是OBM 第一 那個階段就是OEM 就是這樣做一些processing trade 但是現在中國企業呢 大數呢 是ODM和OBM的 那你一進入了ODM和OEM 就是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 是自己中國裏面做R&D的了 他做了R&D之後呢 其他外國公司呢 就來看看你的產品 如果對呢 就買 買的意思呢 就是你中國 用自己 你們的design 的科技做 做完之後呢 就貼我的脈頭下去 很多的例子 現在大部分 中國和外國那些外貿 都是這樣做的了 那些外國人 就好像現在呢 現在在搞那個什麼 金仔 你有沒有留意 現在在上海 在搞那個這樣的貿易展呢 幾日前開羅 是啊 很多機械人 是啊 這個 這個好例子 就是 那裏呢 當然是有外國科技 但是呢 一大半呢 中國科技 然後那些外國人就來 咦 OK啊 用得到啊 好啦 不如這樣吧 黏我的脈頭 在你的產品上 然後就當我們的產品 那中國那些當然好 因為他們對 在外國的 distribution 和銷售 是完全no idea的 他都不知道 那批產品 去到美國 去到歐美 去到俄羅斯 去到非洲 去怎樣銷售的 那當然是靠你們 那些外國人 外國buyer 和distributor 幫他去銷售的啦 那你這些外國的distributor 和的buyer 就可以 擺自己的脈頭 然後當自己的產品 但是 裏面背後的生產 當然的生產 和increasingly 那個研發 是中國做的 一個很好的科技 這個不是 一些新的 過往的十幾年 是這樣做的 但是現在呢 2021年 是更加做的 因為十幾年前 我記得好像 零 應該是零六零七年的時候 我很幸福地 去了TCL 那間廠那裏 巡廠 TCL 大家知道 做電視的 因為當時 TCL 已經有自己品牌的了 已經有自己TCL 品牌的 但是他同時間 都做OEM的 和OBM的 那我見到他 做OBM那條line 是印了什麼 墨頭呢 印了Akkai 大家都 有回近一年多的人 就應該 聽過 或者用過Akkai 就是日本牌子 AKAI 現在應該都 收拾了 收拾了七七八八的 但是呢 當時呢 我看到 TCL 的電視 是印了 Akkai 那個墨頭 那個標誌 在那裡 那些電視 就去中東市場 因為他那時候 那條line 是做QC Quality Control 就是在嘗試 那個版面 那些 固定 和Quality Control 就看到有阿拉伯文的 就是那個電視 展示了一些阿拉伯文出來 但是就印了Akkai 但是呢 是TCL做的 OK 也挺有趣 中國廠TCL 就用日本牌子 去做一些電視 去運去中東市場 因為有阿拉伯文 那這個就很典型的 OOBM 那些科技 那些電視 一看它的樣子 不是什麼高科技 還是那些大型 大型 就是後面有一條 那些電視 你想想 那時候 06年已經有 平板電視 就是剛剛出平板電視 那時候我看到 那條線 在陷入那些電視 就是那些 80年代 90年代 Cathor Ray 後面有一條 tube 那些電視 都不是什麼高科技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 有很多很多例子 是類似這些東西的 所以見得到 美國那個高科技出口 是原來這麼弱的 是 我相信 你看一下現在這些數字 這些100年的數字 現在21年 新加坡很大機會 爬了美國的頭 你下面就見到有法國 有日本 有馬來西亞 有荷蘭 那些 如果你去 右手邊 就是排第26 27 28 那些 那些是奧地利 以色列 巴西 俄羅斯 那些都不用怎麼來 那些反而是 consume 去入口 那些高科技 不會出口 它出口可能是某些部分 某些零件 可能都是去中國 去中國那裡陷 在中國陷了整個東西 就再出口 回給你們的奧地利 巴西 俄羅斯 丹麥那些地方 那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反映到美國 就是基本上 它那些 都沒有什麼 製造業高科技 其實都沒有什麼 全部都是靠那幾樣東西的 它IT是做得厲害的 Silicon Valley 那些 做軟件是做得厲害的 但是 都不是說 不是說 就是厲害到可以 另外就是 它們金融 金融和 就是那個Internal Consumption 就是尤其是這個這樣的 地產 和這個 做這個 去炒一些金融資金 其實就是剩下這些 那結果呢 全部 時間 和身家 都丟在這些 這樣的項目那裡 你本身那個實體經濟 都搞不定 就是都搞不起 繼續在這裏負難 我知道 講起這一點 我想提一提 Charlie Munger Charlie Munger 中文好像 媒格還是 迷格 我不知道 Charlie Munger 就是Warrant Buffett 那個助理 Warrant Buffett 大家都知道 巴菲特 那他現在 他家 投資公司 Birthshir Hathaway 那個 Vice Chairman 就是Charlie Charlie Munger 那Charlie Munger 就受訪 幾日前的事 大家都可以上YouTube 看回 他好像受CNN 那個 做採訪 那CNN的記者 就是問他 現在美國 這麼多問題 又通脹 又成 那些碼頭 又塞在那裏 那個供應鏈 又倒閉 你怎麼看 Charlie Charlie Munger 就在那裏 講他的 那些 心底說話 那 一講起 美國經濟 貿易當然會提及到中國 那CNN的記者 很明顯是假記者 就說 喂 現在中國 習大大 在那裏針對這麼多事情 你覺得他們 是不是在那裏玩 在那裏反 在那裏搞破壞 那Charlie就是 我覺得 中國政府 共產黨政府 是做得不錯 他們是很適合時間 去針對 地產行業 去篤爆地產行業 那個泡沫 是很適合時間做這件事 是比資本主義 美國做得更加好 這樣說 強調 共產中國 是比資本主義 美國 去管理經濟 去調節 調節經濟 去篤爆地產泡沫 做得更加好 當然 CNN的假記者 就不覺得對聽 這些真相 他們這些假記者很難接受 一時 一剎那很難接受 今天問其他事情 又問這個 中國人權的問題 Charlie Munger 就是說 中國是很獨特的 他們過往的歷史 有很多問題 結果 需要很獨特的管理方法 去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他們那個制度 是適合他們 不是說適合其他人 這些 這個答法 又是回答 李光耀 鄧小平 甚至乎江澤民之前 都說過這些說話 說過這麼多次 但是 今次Charlie說 令到很多美國人 尤其是那個假記者 厚厚厚 Charlie這些高智商的人 就是很明白 那個事實就是這樣 他答得是很尖銳的 但是 就是 說回美國那個問題 就是說 現在記得到 還有我們 我跟金仔過往的Prison Break 都說過就是 習老闆在這裏 針對這麼多事情 其實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有問題在這裏 你不想那個問題 是Snowball 在這裏累積 更加變成是致命的 現在都是算嚴重的了 但是如果你不理他 就會真是致命的 真是 堆壞整個國家的 你就不想 你當然要現在做 你避免這個問題去惡化 所以就 要捉爆那個波波 捉爆那個泡沫 不單止這個 這樣的 地產 其他的 教育 那個板塊都說過 所以是這樣 所以就覺得幾個人 Charlie Munger 在這裏講些真話 但是就 令到很多人 就 不適合聽的 但是不適合聽 就 該你死了 就是你慢慢嚇死了 尤其是美國那邊 你們那個 慢慢在這裏 金仔你覺得怎樣 你說那個 那個叫Monger 是嗎 他們大陸那邊 Monger Monger 是 其實 沒錯 你說這個 其實 印證了 你這幾年來的 預測 真是重到認 嘔到認一認 真是老實說 我覺得 最差的情況 加起來 剛才我講的 最近有一單 小插曲 聯合國叫 叫什麼 Tesla 那個老總 Elon Musk 對 其實這個 只是其中一部分 聯合國那個 只是趁火打劫 其實這樣 是趁美國 想收 頂級富豪稅 這件事 所以你看到 無論你是最底層 做實驗 還是去到最頂層 你都是沒有你的生存空間 至於說中產 早已經是被人夾在中間 哪不是人 這個模特兒 不用說 其實他們現在 是分批量的 在割他們的 我回應你一開始的那個項目 逐點逐點去 減少這個 美元債的回購活動 其實 說回來 不讓它馬上跌 但是 長遠來說 香港 都 都不是一個長遠的方法 維持不了下去 好老實說 那所以呢 就大家看著來 就真是 對美元的資產 真是 小心點 我一些擔憂 港幣這樣掛下去 其實 不少香港 都可能受到影響 但是 受到影響的情況之後 就看看香港 怎樣 跟內地這邊 有個緊密的 那就可能有個 令到有個 避原的蛙地 就是 那個落差的蛙地 可能 香港可以奪離 那究竟這個 對於香港來講 是一個 機會呢 還是一個危機呢 就要看回香港本地的 全體上下 會不會做 OK 就這樣了 講了很久 還有很多內容了 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